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边的图片是矫正前排列过于拥挤的牙齿 不好清洁的关系患者有很多的蛀牙 优图是牙齿排列整齐后就能比较容易地维持口腔健康 改善咀嚼效率 图片中是为开咬的患者 前牙一直是咬不到的 当然也无法切断面条 矫正完成后 牙齿有了良好的接触 就能够比较好的咀嚼食物 目前最多患者来寻求矫正的原因 当然还是因为美观 大部分的人都想要追求更漂亮的自己 图片中 矫正前微笑时 可以看到排列不整齐的牙齿和突出的虎牙 矫正后 将牙齿排列整齐 笑起来是否更好看了呢 矫正可以让你更容易维持牙齿健康 改善咀嚼效率 更能增进美观 听到这里 如果想要接受牙齿矫正有什么方式呢 图片上是大部分人印象中的固定式矫正器 以传统的固定装置而言 矫正器粘着于牙齿上 再放上矫正线 矫正线藉由弹性形变回复的过程 将牙齿移动至预定的位置 固定式矫正器能帮助矫正医师 完成很多不同类型的牙齿移动 但缺点是视觉上较不美观 而且刚装上矫正器时 会有较重的异物感 矫正通常需要一到两年以上的时间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不要让别人发现呢 使用隐形牙套就能解决上述 传统固定式矫正器所带来的困扰 隐形矫正为一种特殊的矫正技术 使用一系列经电脑运算的 客制化塑性排列器 将牙齿循序移动至适当的位置 最早在1945年 Dr. Kessling就提出了隐形矫正的概念 当时这项技术还只能用在 非常少量的牙齿移动 随着3D电脑模拟技术的进步 材料的进化 以及口内扫描机解析度的提升 都使得隐形矫正技术更为成熟 让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流程吧 当患者选择隐形矫正 首先我们会需要取得患者的数位模型 目前成大针对隐形矫正 使用的是口内扫描机 口内扫描机是结合摄影机和照相机的功能 将牙齿系列影像截取后 再重组成立体的模型 取得数位的模型可以立即成像在荧幕上 相较于传统的一模方式 大部分的患者觉得比较舒服 取得数位模型后 会开始在电脑上进行模拟 左图是矫正前凌乱齿裂 右图是电脑模拟矫正完排列整齐的样子 接着电脑会将整个牙齿的移动过程 细分成很多个步骤 每一次让牙齿移动一点点 移动的幅度每次不超过0.25毫米 每一个移动步骤就会对应一副硬形牙套 随着佩戴每一副牙套 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将牙齿移动到理想的位置 在模拟确认之后 就会将所有设计的牙齿移动步骤 数位列印成牙套 等专属牙套定制完成后 医师就会将牙套交给患者佩戴 依据患者的配合程度 交给患者的牙套数量也会不同 通常大约每次给3到6副 每隔1到2周要更换一副新的牙套 在使用隐形牙套时 配合度是很重要的哦 每天需要佩戴20到22个小时 且不可戴着饮食 牙齿才能够有良好的移动成效 矫正过程中 还是要记得准时回整 比较以下两种不同的矫正方式 佩戴隐形牙套时 旁人较难发现其存在 有较好的美观性 另外 隐形牙套可以自行佩戴 在刷牙和饮食时 可将牙套拿下来 因此 刷牙和饮食的习惯 这和没有带矫正器时相同 但也因为隐形牙套可以自行取下 所以配合度非常的重要 如果无法配合戴到每天该有的时数 牙齿就没有办法有良好的移动 固定式矫正器和隐形牙套 各自有自己擅长的移动方式 每个案例的类型 及适用的矫正方式也不尽相同 因此 在你开始进行矫正前 建议先咨询专业矫正医师的意见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陈大医院 口腔医学部 齿二矫正科 吴佩如医师 别忘了 兄弟 我们果然会